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55年5月18日 周润发出生于香港南亚岛的一户农村家庭 生活条件很艰辛 好赌的父亲输光了家中的积蓄 孝顺的发哥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 小小年纪就出去打工赚钱 中学时 15岁的周润发本该继续他的学业和梦想 但因父亲重病 无奈之下 他只得放弃 转而进入社会 没有文凭的他 在社会上处处碰壁 做过推销 当过邮差 当时谁也没有料到 当年的这个穷小伙 以后也会变成瘾 刚成年的周润发看到TVB的周润广告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和朋友一起去考试 从未学过表演的他呢 考试成绩并不理想 但是考官钟锦涛看中他年轻英俊 便给了他一次机会 成功进入到TVB无线电台的周润发 对这次机会尤为的珍惜 从跑龙套到影视剧男主 仅两年的时间 发哥便用自己的努力和实力证明了自己在行业里的价值 1980年电视剧《上海滩》已经播出 那个精明能干 秦深四海的许文强 走进了许多怀春少女的梦里 而将许文强刻画的《入目三分》的发哥 也因此一炮而红 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当中 而后1986年出演的《英雄本色》里的小马哥 更是把发哥推向了顶端 1987年已经是周润发第四次被提名影帝了 前三次都穿着正装前来 十分期盼能够碰个奖杯回家 但最终都鲨雨而归的周润发 对这次提名已经不抱希望了 随便穿了个军绿色的外套就出席了 我提名了三階 我穿了踢士图三階 我等了三階 为什么今晚等我没有心理准备 和最维尾的时候出来得到这个奖 就是 我 我很遗憾 今晚穿了这个奖杯 但就在这一次 发哥凭借着《英雄本色》里 那个易博云听的小马哥 一举拿下了第六届金像奖影帝 次年在第七届金像奖中 他又因为在龙虎风云中的精彩表演 拿下了最佳男主角奖 演艺事业如此辉煌的发哥 在2003年 还获得了香港特区政府 所颁发的《英子金星招》 他的奋斗历程被写入了 香港中学的教材中 成为了首位被列入了教科书的 演艺界人士 迄今为止 周润发所扮演的角色 无补大受欢迎 被人争相模仿 但模仿的在相也没有发哥 那无论是在戏中还是现实里 都深入人心的温文尔雅的笑容 都不是我们心中的那个 为兄弟出生入死的小马哥 和赌计出神入化的赌神 已经名利双收的周润发 不会像其他的迷信一样 出行时衣着靓丽 豪车坐驾保镖环绕 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穿着15块钱拖鞋 及公交地铁的普通人 他也不会将工艺当作自己来树立人设的工具 而是发自内心的热爱工艺 多年来发哥夫妻俩一直低调地帮助 弱势足体 不时呢还会去慈善机构帮忙 发哥甚至裸捐了56亿的身家给社会 帮助社会的发展 而拥有一个如此大爱的人 却不能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 周润发和自己妻子恩爱有加 结果27年感情一直是易如最初 唯一的遗憾就是为生育子嗣 发哥曾经在节目里提到过了 做周润发的孩子压力太大了 就别让他来走这一遭了吧 然而早在他们结婚的第二年 发嫂就有了生育 发哥高兴地准备了婴儿用品和衣物 还特意装设了婴儿房 可见他对女儿到来是多么的欣喜和期待 但是布公的命运 给发哥夫妻二人带去了沉重的打击 期待绕紧导致胎死腹中 痛苦万分的发哥决定不再生养 失去了孩子的发嫂呢 则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走出了阴影 最后发哥夫妻领悟到了 虽然没能为人父母 但是仍可以通过更多的做善事 将这份爱带给其他的人 这份爱我不能给予给我该有的女儿 但是我可以分散给别人 这也是发哥夫妻俩一直以来热心公益的变异之一 虽说现今已经逐渐隐退 但是周润发所塑造的荧幕形象 最开始的初心 现在尽管她已经很少在大荧幕活跃 但是依旧是我们心里的那个男神小马哥 我是小璐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了解更多明星故事 记得关注我